中華館來的有不少鄉親 出門都是使用公共運輸系統 近年來中華館政府尖對館來的公車站 房租比較多的路線 設立好車店佳家是政客社和地匯行的公車牌子 提供民眾其實在坐車組織和舒適的單車空間 另外一方便也這支幾個建立六港 K.O.李林頂頂地區和大家台下客運專門站 加強優先、舒適、安全的公車介紹給我 後面就有方便的文書選擇 中華館目前有16條各地客運樓線 50條公路客運樓線 和14條市庫客運樓線 不過目前只有完成43座好車店 和199座的地匯行站牌 有很多老大人在這裡好像在當公車的時候 不然是沒有地方可以吃方便好 也不一樣有時當台的人太多 站在路上都會有安全的告路 公共文書合部設施明顯不久 所以中華館政府每年賣了300萬塊 平車正處 交通報公路總教的公路公共文書 都會提升價位的經費補助 以下23年的時間 整個新建50座好車店 61座的地匯行站牌 到38座的整體整合市站牌 我們平所在早行程 我們就看到我們一間中夥的一間客人 他們都在後車停在等公車 有時候人多還要下去到路間 實際上真的非常的危險 你如果遇到路後或什麼狀況 又經過不方便 所以說我們除了積極跟公路總局 來爭取經費之外 那公路總局沒辦法補充的部分 我們現在每年也編列300萬 那目標 我們有個三年期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說能夠讓我們的公車 後車停能夠呢 增加50座 然後呢把它變成一個智慧化 你看像我們現在陸陸續續開始在整合 你呢大概幾分鐘後 都一山公車會來到這裡 讓我們的鄉親 不用說我在這裡 尿尿上 沒有公車 然後呢很不方便 我們希望就是說 你自己從我們的APP 相關的系統 你就可以說我們當時公車的來 你就節省那個時間來到這邊 能夠方便直接上車 看不用待這裡休等喔 那特別是在鄉下的一些區塊 他沒有辦法像都市 有這麼好的一個這個人行步道 我們也這個想盡辦法 也去設立相關的一個這個 後車停來方便我們的一個這個長輩 讓我們學生能夠呢 讓這個公車呢 讓他們真的更加的一個方便 另外 為了要鼓勵關明 尚大公車 鎗給蘇林文書鎮固的使用率 官府也先騎公車客運路線 今年在那頂半年 總開騎一條市區客運路線 其中有16路中華到調買 他在台公車的服務 連鎗中華到台中相多款 他就今年四月可以通車圓文 官來六十歲以上中千做 在那頂郵百貨的郵費 拿中千幸福卡 和中千郭民路郵卡 竟然可以在每月一千塊補作來 免費坐車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彩虹報得 中華